更改電腦螢幕的解析度 現在的螢幕都比較大 雖然比較大,可是呢 一般電腦預設的解析度很高 讓它字變得很小 我建議各位可以改一下 在桌面上呢,你按滑鼠右鍵喔 按滑鼠右鍵,在桌面上喔 一到哪裡呢?顯示設定這個地方 要點一下 顯示設定的地方,我們放大一點來看 顯示設定的時候,你看一下 預設,顯示器的解析度 我想跟你講,預設它大概都是最高了 喔!這個螢幕沒有那麼大 你這邊可能會看到什麼 1920乘以多少的 我想告訴你,1920其實不太好 你最好建議各位可以把這個 改成1366乘以768的規格會好一點 現在螢幕都是寬螢幕啦 那 它都會把解析度 設得非常高,在下面 就是這個解析度 如果你看到1920的話,會讓你字很小 其實看起來,我覺得還蠻傷眼睛的 我強烈建議各位可以把它改成 1366乘以768 改完以後按確定 它如果問一按確定,這樣就好了 好,我再整理一下喔 在桌面上,1,按滑鼠右鍵 2,移到這裡來,再按左鍵顯示設定 那去找哪一個呢?在這裡 在這裡 顯示器的解析度 我強烈建議各位把它改成1366乘以768 各位可以來看一下喔 1 3 3 6 感谢观看